Jenny Channel 吴舅已经与我说过此事 从今日起 你就安心在无常府做工吧 这你不用担心 我兄弟二人同为无常 多年积蓄不少 必然是不会亏待了你 姑娘这样说呢 吴舅 你怎么看 你没欠付房租 会没地方住 好吧 那就先这么定了 吴舅 我们带他熟悉熟悉环境吧 差不多就是这些 需要你做的呢 是青草府内和洗涤衣物 有哪些不变之处 随时都可以讲 还有我没说明白的地方吗 那好 正好也马上到出巡时间了 接下来就拜托你看家 我和吴舅先走了 你做完工不用等我们 要赶在天黑前及时回家 院里的箱子和罐子 不要动 我来过来 我来过来 你带他 你带他 好 我来过来 快点 差不多 你好 我来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个月没法领薪水交房租是吧 哼 拖欠我房钱这么久 要不是信谢地和他老弟巴巴过来说情 我早把你撵出门了 是啊 先是饭无就找上门 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句别赶他走 说得我都想打人了 后来谢彼安看不过眼出来解释 才把话说清楚 我丑话说在前头 要是再过一个月还交不了房租 就算阎王爷来求情 你也得给我卷铺盖走人 这是你买的高病 拎了这么久一定很累手 先放桌上吧 他们兄弟俩对你还挺好的嘛 你觉得无地自容 可这地府不知有多少姑娘羡慕你的处境呢 哈哈哈 是羡慕你的桃花运 白无常是幽度人尽皆知的美男 为人开朗又风流善谈 想嫁他的女子能从无常府拍到阎王殿呢 至于他的兄弟黑无常 虽然木娜寡言 也不怎么和女孩打交道 但是长了张好看脸蛋 总不会缺人喜欢 没准有好些姑娘暗恋他呢 怎么 担心我喜欢他们 吃你的飞醋 嘿嘿嘿 开玩笑而已 我对他们俩没那方面的想法 就是平时见面能说两句的交情 关于黑白无常 你有什么想知道的 尽管问我便是 虽然不是亲兄弟 但据说也是自小的手足之情 他们都是孤儿 从小一级浪迹街头 吃了不少苦 后来被好些人收养 总算过了段安生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 有一年洪水暴雨 白无常去别处取东西 让黑无常在桥下等他 等他回来的时候 黑无常已经 白无常愧疚得要死 据说之后也自行了断了 阎王因为欣赏他们两人 信仪深重 所以就留下他们两个当官了 说来有去 这两人的相处真是一绝 不论白无常说什么 黑无常都会说着 好的 大哥 大哥说得极是 大哥做主 感觉给他身后挨了个小尾巴 都可以摇起来了 丝毫没有夸张 等你在无常府待久了就知道了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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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个…… 哦,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能帮上帮帮助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能帮上大哥,就足以 感觉给他身后摆了个小尾巴,都可以摇起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很甜 还有,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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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